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生平 咖啡袋的 有有有有 咖啡色的 咖啡袋的 对对 咖啡色 即便如我第一次碰到那种被骚扰的情况 我也会愣住 那当时什么在讲 我真的会愣住 我很快速的讲 第一次 高松的时候 公车上 我就觉得很多人嘛 拉着车 就想奇怪 我怎么觉得臀部温热的感觉 觉得怎么那么热了 就我就直觉嘛 我的手就摸 诶 我竟然抓到一只手 我抓到那只手的当下 我这个心脏整个快要跳出来 然后后来你就已经吓到了 这只手还软了 抓住了那个人的手回头过去看 那个人长得好黑哦 所以感觉上好像是当时那个社会上的 你那也是白两个能接受吗 不是 可能是有点像是外籍外劳 那种外籍人士的那种 我整个人愣住了 然后可是我还是告诉他说 你在干什么 就我的个性 我那时候是觉得温热 然后手摸 抓到一只手回头 你在干什么 然后那个人好像吓到 然后他就拖了手要走 我那时候很想讲说司机停车 是 哽住我的喉咙里面 就后来呢 我一看 其实应该要到个警察局 我都想到了 但我做不到 我想到要这样 我就是做不到 然后后来等到公车停了之后 我下车 我看那个人也不见了 对 不见了之后 我就飞灯跑回家 跑回家之后一进门 全身发抖 我就开始哭 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我爸又冲出来发生什么事 我就跟他讲 刚刚在公车上有一个什么哔哔哔哔哔讲 我爸还听到哇妈 立刻冲出去 那时候家里那个很快嘛 他骑机车一路追那个公车 想要去找那个人那是谁 然后事后我爸回来 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去 好好的跟我说 他说女儿啊 你遇到这种事情 你一定要当下反应 他说你可以叫司机开到警察局停下来 你就大叫 你一定要先大叫 你如果没有大叫 根本没有人知道 可是呢 那一次之后 我就一次 就让我在心里 我就记下了 后来呢 当我到 就是到台北去 就读高中就远复家园 到台北 那第二次的时候 我是看到学妹 我看到学妹被色狼欺负的时候 我就一把火冲上来 结合自己 就是我觉得这跟我之前 那个受伤的那个经验有关 我就立刻冲到前面去 我就把那个人手打开 而且我跟学妹讲 学妹 你屁股被摸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叫呢 我就对着那个人一直骂 你那个大色狼 你那个死色狼 我就在公车上歇斯底里的 去大骂那个色狼 然后那时候旁边人 当然就七腿八神 然后大家就开始很有意气的说 叫那个司机 赶快把车什么 开到警察局去 然后就把他 就真的是开到 那个警察局附近 后来那个人 到底怎么样跑掉 我有点印象默默 因为我骂完了之后 我心里很高兴 很激动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有一点点那种 那是太兴奋吗 兴奋过了头 已经后面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反正 可是那次之后 我稍微心里有一点平衡了 我似乎对我之前的那个 被骚扰的那个伤害 有一点点释怀了 因为你又做了一件事嘛 把他找回来了 对 所以即便是我们 我这样的个性 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我也会愣住 你就会见多少妇女忍气 不是妇女 多少女孩忍气吞声 其实说起来 我也有一次 我烧了人的经验 也是心里很不平衡变的 就是 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 那时候就是 就是你刚刚形容 那男生刚刚开始性启蒙 要台湾 我们真的很流行 就滑垒去看人家裙子 你看真的有 我们不只看 我们还要动手 还要去摸人 那个时候我们小男生 前头在头上 对 他应该要遇到我才对 我们男生是互相摸 你知道吗 就小时候台湾男生喜欢玩 人家玩烟 你记不记得 玩烟 对 就很喜欢一只手 护着自己那儿 一只手 他却拿手刀 然后就劈人家那儿 你说要人家要说把你叫阿鲁巴 对阿鲁巴 就要去撞墙 就要去撞墙 撞墓子 对 一人一人抬着你右脚 一人抬着你坐脚 就要铲阿鲁巴 冲啊 对对对 很流行的 放个半死 然后呢 我们都是这么念出来的 台湾男人不容易吧 然后呢 那时候呢 我们小时候一帮男生玩 然后后来有一天呢 大家就 哎 那女生 怎么样 我们去搞他 然后去去去追那些女生 然后女生 吓得在校园里面到处跑 然后后来终于有个女生 被我们扑倒了 扑倒 对 然后呢 跟着我们就 啊 赶快抓他屁股 怎么样 然后就我们一人去抓他一把 然后后来呢 我很记得呢 那个女生 后来 未成年人犯罪 对 没错 那犯过你们了 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呢 她就倒在地上 然后她就坐在那 她就哭 呃 后来老师就问我们怎么回事 那当然给我们很大的处罚 但是 她坐在地上 她就那么低下都哭的那个情景啊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知道今天就没办法原谅自己 虽然你会觉得 啊 那好像小孩胡闹 但是我 我自己觉得 那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会对那个女孩造成什么 虽然后来看起来没事 但是 我真的是一辈子都记住 那个情景 对 为了这个罪啊 闻到顿入空门 什么顿入空门 请请三言行广告 最后见 身为80后的主持人 我勇于尝试 不想大貌黯然 也不想轻飘浮夸 我相信幽默的力量 我要用全新形象 广告示登场 东风日产天类 文道就说起来 要现场画一下 对对对 我就说到 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念小学跟初中的时候 我们这些男生小流氓 像漫画一样那种 跑到厕所打架 然后有时候在里面要胡来画些东西 最流行的一个是什么 我们学英语课的时候开始画 教大家学一个字 S S W Y 这个这四个拼 这四个英文字母该怎么写呢 正确的写法是这样的 它是就是人体密码 S S W 大家能看出来 勉强能看出来一点 意思 这玩意有点毕加索 毕加索的风格 S S W Y 我们小时候上英语课的时候 我们就跟老师讲 老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对吧 老师都气 小朋友想象的女人很丰满 我就妈妈 我想了有一天你儿子 就我问你 儿童在五岁过来之后 他往往对彼此的生殖器 比较好奇 那作为妈妈 你怎么对待 他问我什么 我就答什么 我现在也是这么个态度 我觉得就是潜在的 我应该把孩子 当成一个成年人 就是你懂不懂也好 但是我不跟你说假话 对 这很重要 但是问题就是说碰到一些来自成年人社会的这些洗衣扰 你发现没有 像这个玩小孩子 所谓鸾童 有人说是过去讲什么道德败坏 现在也有人讲是生物性的什么因素 包括西方的一些什么神父 这不也是西方很耸动的大案 文道现在对这事有定论吗 我对这事没定论 你不是有研究吗 还写过什么 我没写过书严谨这一段话 他说因为他顿入空门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想说像这种事情 我想自古以来其实一直都存在 但是问题是所谓的暖童 它复杂的地方在哪 它有时候是有个文化的背景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去看一些古籍的记录 你会发现像以前一些社会 有很多12、13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结婚去死婚